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羊羊 我們現在打一下全新的俄亥俄地獄集被抹去的捷梗 那這邊帶大家用全宇宙巡縮配置的蒙大拿來做一個通關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我都打在旁邊 其實關卡就是要舒服給蒙大拿的 所以打起來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才對 那一樣有疑惑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再看一下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來第一關 好 第一這邊的話我們先看蒙大拿的技衣 那這邊我們就直接大力轉就可以了 這個碰到爆破炸彈是直接解掉 並且轉成火機械牆 那前面其實我們可以多累積一點那個 機械符石 就是讓他等一下變身的時候可以快一點 好 版面不錯 OK 好啦 這樣子 好 那一血這邊就帶過去沒問題 好 接著二血這邊的話我們就開羅莎琳 然後我們開另一隻蒙大拿的技衣 好 這邊就直接砲擊 掰掰 30字完全不用轉沒有問題 好 來 接著第二 好 第二這邊的話我們可以補一個蒙大拿的技術 這個是為了讓他添加那個機械族符石出來 那我們等一下也可以加速一下變身 好 那一樣這邊的話呢把拼圖拼進去就可以了 這個有玩過小遊戲的應該是都很熟悉了 好 這樣子 OK 好 接著來到第三 第三的話就大力轉標手消木就好 這個敘述雖然蠻好笑的 但其實木珠你突過去 欸 那個對 就不見了 所以不用管那個不守消木啦 你就是把全部的珠子突過去 哇 他自然就會變成火珠了 好 這邊把機械珠多消一點點喔 好 OK 好 那五鼠級的話因為小獎羅莎琳 他可以讓蒙大拿追打五鼠出去 所以這邊的話 對 前面打完後面就專心輸出了 OK 來 這邊一樣帶過去 好 接著來到第五 好 跟正 第四 好 第四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一樣把拼圖拼進去就可以了 來 這邊是 OK 好 因為我看到已經可以變身了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等一下可以把變身變下去 好 來 第五 好 第五我們就直接開蒙大拿的技衣 那一樣有變身我們就直接吹下去了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等一下要抓著蒙大拿角色組 轉二三加放進格子 好 那這邊的話真的可以看久一點再轉 蒙大拿變身後的閉眼秒數也變成十秒 所以這邊的話呢 不急 你就慢慢把那個數字轉到位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 OK 好 好 那有轉到基本上也是直接轟過去了 好 來 接著二血這邊我們開蒙大拿變身後的技衣 也就是固版的那一個 好 來 接著我們開那個加羅瓦 然後我們點第六直行 這樣子就會是一個滿版 好 那變身後的蒙大拿 因為他這邊也不怕灼熱了 所以這邊就直接送給他就可以了 好 來 這邊就可以直接一樣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六 好 第六又是快樂的拼圖關 好 來 這邊就把拼圖再拼進去就可以了 OK 好 這個追打很久啊 然後羅莎琳又要讓他打五屬出去 好 接著第七 好 第七我們就開另一隻蒙大拿的技衣來變身 好 變身之後 我們再開他變身後的那個技衣固版的那一個 順便把暴風解掉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再開一個斯卡塔赫 疊三層上去 然後我們去把 十足屬性轉到 其實我們就是把版面這樣子三三切開 跟我們在打那個LV時的狀況是一樣的 把他三三切開之後 他就會不知不覺有慢慢超過 十足屬性珠 好 這樣子 OK 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喔 好 好 那這邊有轉到 基本上也是直接垂過去沒有問題的齁 OK 這個真的打很久啊 這個就算開特效關特效都一樣 他就是打很久 好啦 接著來到王一 王一就一樣開蒙大拿的技衣固版的這一個齁 好 那這邊我們要做就是把新珠隔開就可以了 要記得喔 不要停在黑洞地裡面齁 好 這樣五組不一樣就達成了 好 這邊就直接垂過去 沒問題 很久 真的很久 好 那等一下二血一樣是要開蒙大拿的技衣啦 所以你要聽他在那邊 噗啾噗啾一次齁 好 那二血這邊當然就直接蒙大拿技衣開下去 蒙大拿跟斯卡塔赫是不會被鎖的 所以直接開就可以了 好啦 那以上這邊的話呢 是這一次的一趴大獎過這個地獄三成就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扑 謝謝大家